寒流報導 天氣冷嗖嗖 很多民眾在家中是門窗緊閉 苗栗縣消防局就提醒了 冬天隱形殺手一氧化碳 無色無味 暴露在高濃度下 其實只要幾秒鐘就會窒息昏迷 因此提醒 儘管天冷 還是要保持室內通風 寒流報導 天氣冷嗖嗖 苗栗縣消防局特別提醒民眾 留意冬天的隱形殺手 一氧化碳是無色無味 很容易就讓人家失去警覺 那如果一氧化碳吸得比較多的狀況之下 可能先有一些頭痛或是耳吐 甚至到昏迷 醫事不清 甚至到死亡 所以說民眾針對發現有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應該就是要馬上停止熱水器的使用 打開窗戶 保持空氣流通 到我們的戶外去做一個避難 打119報案 天氣寒冷 民眾習慣緊閉門窗 遇寒 洗熱水澡更為舒適 但是一氧化碳無色無味 最怕熱水器安裝的位置不當 或是不通風 導致一氧化碳中毒 嚴重還可能昏迷致命 此外天冷用點安全也得留意 天氣冷嘛 所以說民眾會使用大量的一些電暖器 然後電暖爐 如果有使用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想還是要特別的注意操作的一個安全 尤其是在大功率的一些電器的部分 避免都插在這個延長線上 可以就我們室內安裝的這個插座上 做一個個別使用就好 寒冬到來 民眾得格外留意身體狀況 也切記在輪室內都要保持通風 防範中毒意外 通 Zoo 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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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